请收看 维新世界 青年一点通 雷山笑过 雷泽贵美 离宗八卦 离为佛 火山与火风 冰火水为几山 水梦 风水还 天水雄 天火同人 真宗八卦 真为雷 雷地与雷水险 雷风恨 地风声 水风静 这风打过这雷碎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 我是建筑设计与风水 大专属期研修班第九届学员 及第十届辅导员 洪永霖 大家好 维新圣教会员禅师 以养贤蓄财 正名欲得 高尚旗帜 天下太平为宗旨 自2011年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 开设建筑设计与风水 大专属期研修班 让我们广纳各个建筑设计相关领域的青年学子们 一起来跟我们学习有关易经风水的相关知识 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两位学长姐 也是我同届的好伙伴们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当初在建筑班的心路历程 还有日后的生活经验分享 首先我们先邀请李慧玲闲士 大家好 我是李慧玲 是第六届的学员 高纸一毕业就参加了 毕业于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室内设计系 我参与了第七届 第九届 第十届的辅导员 谢谢大家 再来我们欢迎林大开显示 大家好 我叫林大开 建筑设计与风水大专属期研修班第九届学员 毕业于国立彰化师班大学地理研究所 目前在外商公司担任资安人员 谢谢 好 欢迎两位 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想要请两位学长姐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是怎么跟我们维新圣教结缘 还有当初是如何得住我们建筑班的资讯 慧玲请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妈妈是正期班十四届的学员 然后我会参加建筑班 就是因为妈妈推荐我参加的 因为之前哥哥也是高中一毕业就去参加大专班 然后也是因为我高纸读的是室内设计科 然后大学也是室内设计系 所以来参加建筑班可以提前学习到有关建筑或室内设计的相关知识 也是很不错的体验 对 那我们大开呢 是怎么跟中门结缘的 因为我母亲就是她是老师 所以她因缘机会下来然后参加了那个教师辅导演习 然后接触中门 后来她有参加初期班 然后正期班20期接这样 然后我就知道说这边有开设就是for大专生的建筑班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蛮喜欢建筑 但是就是就是自己读的领域是地理 对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到念到大硕士四年级 然后想说再不再不参加的话就没有机会 就要工作 然后就报名 然后也很幸运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在那边上课 对 好 那其实我跟他们两位一样就是 我们也是家人都是中门 在中门学我们易经风水嘛 然后也是 我当初的话是在台中道场就是搭电梯的时候 看到我们电梯有那个招生的简章这样子 然后我也是看到这个 然后妈妈就说 家里也是做是相关的啊 那我们就 你就有机会赶快去参加 趁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在工作之前 你赶快先去参加这样子 把握你的时间这样 那我们再来的话想要了解你们当初报名的时候啊 有没有对我们这个建筑班有没有什么期待 或者是看到这个课程表日程表 所以有没有觉得哪里特别紧张的部分 因为太久了 所以有点忘记 直接当时候就蛮期待也很紧张 然后因为自己是高中毕业就参加 然后还不算大学生 所以当时候要去参加那种大跟大学生的活动的时候 也是就是很期待 然后虽然要吃素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也还好这样 对 那大开呢 因为那个学院就在我们家旁边 所以参加的感觉没有很强烈 就是想说只是换个环境 然后去那边学习 然后吹两期上课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已经硕士四年级了嘛 然后去跟大专生一起上课就有让自己变年轻的感觉 对 谢谢 对 其实我们的建筑班它没有在年龄上的限制 它只是只要你当时你还有学籍 你就可以报名 只要是你相关建筑科系 甚至是设计系我们庭园景观 然后像大开本身是地理系 地理系其实也是跟我们的建筑设计有相关联的 像我们在可能在盖建筑物之前 我们要先去了解我们的地方的环境各方面 所以这些也都是相关的 然后其实我们参与这个营队呢 也是其实就像惠玲讲的 也是脱离一个脱离舒适圈的一种表现 那当我们一脱离舒适圈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领域 我们在自我挑战 我们在让自己就是不要给自己设任何限制 我们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 就像刚出生的小孩一样 我们就是做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去做 然后在学习的时候 你也会特别的放心去放开自己去学习 就像一块海绵 你会吸就像 然后知识就像水一样 你会吸收越来越多的知识 在当时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之中 我们就可以学到更多我们可能一般日常学不到的东西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想要请你们分享一下 在一个月期间内 我们知道我们要吃素 我们要做早课 然后还有分组作业 还有群体生活 那你们在这之间生活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记得那时候是高中毕业嘛 然后要早课 早课又是六点多起床这样 所以一定是印象最深刻的 然后从一开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精神非常的好 到后面越靠近那个成果发表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因为要熬夜设计嘛 所以大家眼神都会开始涣散 然后要大家要起床的时候 也是要一个拉一个起床 然后才去 然后也觉得那个早课也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 对 然后再来原本以为是吃素会很不习惯 然后但是我们阿晴阿姨他们煮的真的是很好吃 然后就也不会觉得很不 不会抬刺 对 然后可是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可是大家都下山去吃肉肉的时候呢 就没想到大家回来的时候都在拉肚子 因为可能肠胃太干净 然后洗手 哦 是哦 这回去吃肉太油腻这样 太油腻了 习惯 对啊 那我们大开呢 哦 就第一就是早课的话就是 就是它是用唱的 所以是比较 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体验 然后早上又可以就是上到四楼老厨店 然后看那个漂亮的 就是风景这样 然后唯一要克服就是因为我们是夏天的营队嘛 对啊 所以在里面跪拜然后 没有冷气 没有冷气 然后在那边念的时候就是比较 会比较 流汗 流汗啊 比较难克服是夏天 对 然后吃素的话就是 就一周一饭得来不易嘛 我们在吃饭前都会念祈福词 然后就会觉得 这一顿饭好像变比较好吃 然后就吃特别多 对 这风打过的泪水 对像当时我们这一届第九届的时候 刚好惠霖是我们的辅导员 对 辅导长 然后我们 我还蛮印象深刻的是 当时惠霖你都会拿手机 放那个好像是偶像的歌还是什么 然后在我们每个房门在那边放 然后就是赶快呼大家起床这样子 对 男生是摇滚乐 对 男生是摇滚乐 对 男生是家业的部分 他也是重金属那种 把大家摇醒这样 对 然后再还有讲到吃素嘛 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说 加上我们吃饭前又三餐都有念祷告词 到后来我真的是 不管是有没有在学院或者是 就是出来外面自己吃饭的时候 我真的是都会 都会真的是特别感恩说 我这一餐真的是得来不易 然后就会想到说 可能会自己脑补一些画面 就像可能农夫在取那个 在种稻的时候啊 什么粒粒皆辛苦那一种 你就会真的觉得说 这一餐一饭真的是都非常 都是人家辛苦换来的 那我们可能只是花一些金钱 就可以获得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是真的 蛮得来不易的这样子 那我想要 再来的话我们 你们有想过就是 我们在做 就是做简报那方面啊 那你们这边分组的部分 好像听说大开这边有 突然就是学会了我们的绘图软体 哦对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因为我是地理系专长毕业 所以对于建筑绘图的那些软体 是比较陌生 但也不是说没用过 但是就是在那边现学现卖 对 然后就学习AutoCAD啊 然后因为我们课程是 围棋一个月嘛 然后它是 就是最后需要有成果发表 然后所以法师就依据 大家的学经历背景 然后去进行四性分组 对 然后就是我们组员间 就是要建立就是彼此的 默契跟信任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 然后效益最大化 然后就是我们 这整个营队期间都在 就是检讨改进的事情 那这样子很好 因为在外面学一个绘图软体 是要花不少钱跟时间 那你在一个月内 就等于是又学会了一项技能这样子 因为像我们当初 我们在做第十届辅导员的时候 也是有学员就是教学乡长这样 他们不论是可能好像从P图开始嘛 对 Photoshop开始 然后一路进阶到后来 它连AutoCAD都会了 所以大家其实来这个 来这边学习其实是非常 我觉得非常超值的 除了是学我们易经风水之外 那像我们实物上的软体 有需要操作的时候 当你可能 可能是平面的部分比较不会 那我们也会有其他的组员 因为圆寸法师会把我们分组嘛 按照每一位同学可能是 他可能制土比较厉害 或者是他3D比较厉害 然后他就会说 那可能就是像是母鸡带小鸡这样子 然后你一定会在里面多学到一样技能 像我当初的话 我是19年3月的时候回到台湾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 4月的时候我去学AutoCAD 就是在外面那种补习班 就是可能要七八万块那种 那我当时就是稍微学一下 然后后来就我们8月就认识了嘛 就是在上建筑班 然后我也是在8月那一个月 真的是充分的利用到我们AutoCAD的 有一些精髓 就是我一开始其实是 很不习惯那个界面 然后到后来可能我们组员就说 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互相学习嘛 可能我我知道的一些可能指令啊 快捷界的部分他们不知道 然后他们可能也知道 另一些我们就是互相这样子 然后在从过程当中 其实除了 除了就是大家互相学习之外 然后你也可以从中就是培养出革命情感 因为我们到后来大家都挑战谁在看日出 这样这件事情 然后看完日出就赶快大家冲上去做早课 对 然后再来的话 除了我们的生活上的分享之外呢 我们也想要请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关户外教学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户外教学其实就是 一个课程表你看到的时候 就是最吸睛的地方 因为户外教学当天 其实就等于不用上课 就是大家又可以搭车出去游览啊 去观光这样子 对 那我们惠玲这边 你参加这么多届 你有没有什么对户外教学 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 我是台南毕业的嘛 那我觉得我们户外教学 有去到台南道场 然后台南道场 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外观 它的外观呢 是结合当地的特色 就是由仿造一载金城的外形去做建造 然后也有地理的话是浮水莲花 然后很早以前的安平的地区 就如同蓬莱仙岛一样 跟台湾本岛是没有相连的 然后在当时候 原性法师还给我们看了 当时建造的影片 然后我们在台南道场的时候 原性法师还有台南道场的师兄师姐 也都非常的热情 然后不只给我们吃了好吃的下午茶 还让我们带了伴手礼 就觉得台南道场真的很不错 加上其实我觉得台南 像慧玲那一讲我真的是又回想起来 我们当初那时候我们去到好汉建设的时候 然后董事长也是非常热心 直接带我们到他的 等于是说他那个建筑物的最高层 就是他们的总部嘛 然后我们有去参观 然后到后来就是离开的时候 然后那个董事长也有给我们一些伴手礼 就真的是很拍谁 就我们去到人家的办公室 我们还去董事长室 然后从那边可以看到整个台南运河 然后就是还有他们那边好像还有一个 类似一个小 应该是说他好像有供奉先佛的地方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 原性法师也带我们大家就是礼佛了一下之后 然后在参观一下他们各个格局的摆设嘛 然后之后我们好像还有去他们的那个 就是他们的展示中心 对 他们当初他有在推着建案 对 那大凯对建案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把那个上课地点直接到那个暗场 然后就是有生力其境的感觉 就是知道他的功法是跟别人不一样 对 对然后 在这之前你有去参观过展示屋的部分吗 是没有 有 口袋不够 就是这个新的体验 路上常常看到建案 对 但都没有走进去 对 那除了台南 因为我们惠玲是在台南读书的嘛 那我们大凯这边 有没有其他地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对户外教学最深刻就是去仙佛寺嘛 就是参加营队才第一次踏进仙佛寺 对 然后一进去就看到三颗石头圆圆的 山园起家 对 然后那个阶梯啊很长很高 对 然后就是法师就是我印象是我们就是法师很认真的讲解 然后因为我们要做功课 然后回去要要做简报 所以我们也都很认真的听 对 印象最深就是这样 对 然后后来我们有去斗六道场 对 所以我是被那个建筑物吸引 就是它的颜色是没有到很那个就是像外面的庙宇一样 就是五彩缤纷 花花绿绿 对 但是它挑高的设计 然后灰色调就是看起来很庄严 对 然后它的山本是就是不是针对马路 是有稍微有点倾斜 就是可以避 就是挡 挡前面那个尖角 对 就是避开那个尖角 对 所以就比较印象比较深刻 然后去年就是 就是 回来 就是 跟着大家一起去户外教学 就是有去跟师傅去去那个 埔里的那个三角点 对 对它是 它对地理来说就是一个就是测量的基准 对 然后前前后后 它也换了好几个位置 就是在胡子山的那个位置换了好几个 哦 你说在同一座山 就是因为 地震嘛 然后走山啊 然后就 那个 三角点 重新定了三角点的定义对不对 但是对测量 对测量来说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准 对 像刚刚大开有分享到我们去抖六嘛 我们当初第九届的时候我们去抖六道场 但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就是在一楼参观的时候 就是 我们就没有机会到二楼 往二楼 楼上去发展去看这样 那我们在做第十届辅导员的时候 其实很幸运的是 当初我们原尊法师也有带我们到楼上 还有到他们的后面去看整个后山的景观 那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就是老师那时候有带我们讲解说 整个山形的样貌 它就从 好像是从卓水溪那边开 就是过来这样子 然后可以 一度可以看到我们的 有比价山啊 就是 文昌嘛 对 然后还有一些元宝型的山脉啊 金星啊 等等的 然后好像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环球科大 对 它后面好像就是科 就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幕了然这样子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 我们要离开之前 老师也有请我们特别注意说 那你们看一下外观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这样 那当初我们就好像有发现说 一般的道场 其实他们都会用一颗一颗串联起来的灯笼 然后在两边 对 在两边做摆饰这样 对 那慧玲你有发现 它是好像原尊法师是说 灯笼这样一颗一颗很像糖葫芦 所以 所以它有时候很像眼泪 对 所以不太 它觉得不太好 所以它定制了一个超 两个超大的 巨无霸 巨无霸的那个灯 然后在前面 所以这样看起来 建筑的比例就会非常的好 对 你就不会觉得那两颗灯笼在那边 很孤独 或是很大颗这样 因为整栋好像有三四层嘛 对 然后我们还有看到就是 这整个建筑物外观 它还有用两个吊钟型的造型 这样就只是 这个造型在我们的平面上面 然后当初我们有请示法师说 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那其实老师他当时讲了一个点 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就是因为 因为他就会说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不要说一直去想得很复杂 就是说一定要 一定要什么 怎样的风水或是什么的 其实有时候 你最直觉最直观的 你想要怎么做 然后你看得很舒服 其实就是 冥冥之中就是 会符合我们风水法则的定义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刚刚大概有提到 仙佛寺嘛 对不对 那你们有发现说我们维新圣殿 里面供奉的神明吗 你们有没有去想说 为什么会是我们的王禅老祖世尊 然后阿弥陀佛跟万世寅菩萨吗 有没有想过吗 因为我当初也是 因为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一般的普通的寺庙 可能一进去就是很多神明 然后颜色也是很缤纷这样子 然后当初后来我就是有 在网路上看的我们的维新论坛的部分 然后我就有听到 圆异法师讲了一段 他就说其实我们的维新圣殿 的为什么会供奉这三尊神明 其实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安心真经里面有提到 他就是主要他是说呢 依止王禅用意真禅 然后依止观音慈悲喜舍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吉世真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那这段话的意思呢 他就是说依止王禅是依靠的依 指是停止的指 然后就是说我们 就是只要像王禅老祖师尊跟我们开示的一样 我们只要凡事用意 然后就像老祖传妙法嘛 就跟我们说凡事皆瞻用意 你就可以就可以屈即避凶 你可以知道你想要知道一切这样子 所以就是依止王禅用意真禅 那第二句依止观音慈悲喜舍呢 就其实是 应该是我自己的解读是要勉励我们个人 自己都要有一个慈悲的心 然后可以去奉献 去欢喜心来奉献这样子 就像我们做法工一样 然后我每次 因为有时候 妈妈在台中道场上课嘛 然后她就会参加一些需要 像一些法会的前置作业 然后老师就会开会嘛 然后她就我最常印象中 她每次都会讲的话就是说 二天多减做啦 就是多做义工的意思 那其实老师还有说 为什么要叫大家多做义工 因为做义工其实就是一种服务嘛 那你服务的前提是你要有时间 你的健康各方面你都要很OK 然后才有余力再去做这个付出 所以她就说 我记得老师那时候她就说 什么我们如果 我们这样去服务别人 还好过我们可能生病啊 躺在病床上 等人家来服务我们的要好 然后我就觉得说 嗯真的有空就是 反正义工可以做 我们就多做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刚刚第三句讲的 集市真佛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的部分 然后我就想到说 我们当时 源泉法师有跟我们说 其实为什么阿弥陀佛在中间呢 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尊佛 就是阿弥陀佛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让我们这样自我勉励 对 好再来我们想要了解说你们 因为我们都是有学建筑相关嘛 或者是设计的 那你们在一般在去一般的寺庙可能拜拜啊 拜祖啊或者是土地公等等的 你们还有跟我们的维新圣教的道场相比的话 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的寺庙好像都比较偏五彩缤纷的那种感觉 然后不管是在柱子还是在整个都会感觉比较华丽的感觉 可是在我们维新圣教的话就看起来是比较唐式建筑 然后颜色也都比较不会太多 我就可能两三个颜色就这样 对 就是灰色很细为主嘛 对 因为灰色其实就是 就像我们把所有颜料颜色全部混在一起 然后再加一点白色 白色也是其中一个颜色嘛 然后这边也有灰色 对 那大开这边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是觉得是不是拿香的方式比较不太一样 对我们拿香的方式 然后烧金子的话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印象 只是觉得好像在一般寺庙都烧得特别多 然后在我们这边就还好 对但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在法会的时候 我们会有三宝石的部分 对那像刚刚慧玲提到说我们的建筑嘛 就是以你说唐式建筑嘛 还有我们灰色就是包容社嘛 对那再来的话 其实我们的道场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门口 门口它都会特别的高 特别的大 主要是因为 就是我之前跟新芳主任在聊天的时候 他跟我讲的 他说这其实就是粗广长蛇像 它主要是每一个道场 其实你们去仔细去看的话 你们可以发现它的门口 就是它的外观是特别的 门口特别的大 主要是说 就像老祖在说法一样 然后他就是希望说 每一位法师上法座 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就可以像我们王禅老祖师尊 跟我们 跟我们传法一样 可以粗广长蛇像 这样子 我也是当初听新芳主任这样跟我分享 我才说原来如此 因为想说像我们斗六跟台中道场都是很挑高的 一进来就是整个名堂这样子 对 那今天的话很开心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李慧玲贤士 以及林大开贤士 来跟我们分享 分享他们在建筑班的一些 课堂上的一些行路历程 那下一集呢 我们一样会邀请到两位 再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生活中的正道 还有一些应用的部分 那请大家在下周同一时间 再继续收看我们的青年一点通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